身价千亿的富豪被人堵死 他生前最讨厌的儿子分得十亿的遗产 而他最为溺爱的女儿却只分到了一个小破地窖 父亲留给女儿的一言录像 就是让他永远保守地窖里的惊天秘密 女主角小美是一名检察官 他很好奇地窖下面有什么 当天就来到后院掀开了盖子 小美往下走去 里面漆黑一片透露着诡异 他走到尽头尝试着开灯 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三 这里面竟然锁着一个人 小美伸出手想看看他是否还活着 他吓懵了疯狂地跑上去关上了盖子 这父亲留给他的东西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第二天他越想越好奇 越好奇就越想 于是他拿了一把小左轮 再一次走到那个地窖 这回那个怪人正躺在床上 他拿出印尼和白纸想收集他的指纹 他想查查这究竟是何许人也 那怪人缓缓睁开眼睛 小美尖壮再一次跑了出去 等他再次回来已经戴上了个小面具 他不想让这怪人看到自己的样子 怪人没有回答小美的问题 而是熟练地说出小美的个人信息 以及她的名字 她的年龄 她的家庭成员 小美一看 他对自己了如指掌 还是栽下了小面具 怪人从事小美来看自己 就已经知道了她父亲死亡的事实 小美问她被关在这里的原因 怪人则提出来她需要吃牛扒 面包 以及三十年的福特加才肯说出实情 善良的小美同意了 她给那个怪人买来了她所要的食物 第四次进了这个地窖 而怪人吃完后 也向小美透露了一些事情 她年轻的时候和小美的父亲大海 经常一些打牌喝酒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 开车就撞到了一个人 怪人想要报警 而大海却认为 一旦报警他们必定坐牢 于是他们把被撞的人拉到了荒郊野岭 小美的父亲亲手埋了被撞者 她怕事情败露 一榔头砸晕了怪人 大海把她拖到了自家的地窖中 而这一关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 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复仇 小美不相信父亲会做出这种事 因为从小到大 父亲在她心中一直很正直 而随着谈话深入 怪人又溶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千亿富豪被老鼠要堵死 留给女儿的遗产 竟是一个奇怪的男人 那男人还说她父亲有个相好 小美愤怒地走出地窖 她几乎崩溃了 她马上开车启程 来到了怪人所给她的地址 大门打开 果然是一个很美貌的中年妇女 小美进入屋内表达了来意 妇女也大方地承认了自己获得了五个亿的遗产 小美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照片 那是她从未见过同父异母的弟弟 小美走出去 无助感再次袭来 这么多年 父亲伪案的形象彻底崩塌 她找到家族律师 质问她是不是隐瞒了遗产的分布 律师很坦白 说这些都是小美的父亲安排的 不久后 小美再次来到地窖见怪人 这人又说了个事情 原来当年是她先喜欢的小美母亲 而后来却被大海横刀夺爱 她知道小美心里不错 便提出让她放了自己 而小美也提出了要求 她要去看看当年他们掩埋被撞者的地方 这意味着她必须要带着怪人出去 小美给她解开了脖子上的束缚 那大脖子被勒的通红都是邪领的 她拿着枪在后面看着怪人 除了地窖 那怪人激动到不行 三十年来 她第一次走出这个地窖 很快二人开车来到当年的案发地点 小美拿着铁锹开始挖坑 果然挖到一半竟真有具白骨 她慌张地把土归位 再一次把这个怪人送回到地窖 怪人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三十年了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现在是否活着 小美的状态也近乎疯狂 她脑中的信息量一时间难以接受 怪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戴上了橡圈 这之后 小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 她根本不清楚父亲要向他传递什么 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让自己知道这个事情 更不知道自己又该如何处理 这件事已经影响到了她生活的状态 她本身就是一名司法人员 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 她决定放了这个怪人 这个男人被锁在地窖三十年 而今天女主决定放了她 她让家族的律师准备一个假的身份 和一个一百万的账户 很快她带领着怪人走出了地窖 两人来到小美的私人飞机处 好心的小美决定让她去国外安享晚年 她拿出了男人的玉璃白毛 并告知如果她敢私自回来 将把那个杀人案件扣在她的头上 就因为小美不想让家族的声誉染上污点 就这样 她看着男人上了飞机 而小美母亲回到家却发现了一个包裹 原来这是小美托人调查的那个怪人的资料 等小美回到家 母亲就在那看资料 母亲说这个男人是个大恶人 她本名摩根是个恶贯满英之人 得知实情的小美傻了 她急忙开车前往自家机场 到了地方发现 律师和开飞机的已经也恨西北 而那个恶人摩根不见踪影 她意识到母亲有危险急忙回到家 此时母亲已经不在屋内 而后院的地窖有着隐隐的亮光 小美来到地窖 母亲就躺在地下 身后那个男人慢慢出现 他关闭了地下室的照明灯 小美拿出手机意图寻找 但却被摩根中到 随后她对着小美的脸一顿大炮子将其打晕 等小美醒来 已经被锁在了滚道之上 她向小美说了当年的实情 原来在那一天的酒会 她对小美的母亲施暴 小美父亲发现后将她一顿揍装上车 并打算将其送往警局 可中途却意外撞了车 摩根下车见那人没死 直接败断了脖子 并用这人的死威胁小美父亲 醉酒驾驶 撞死前途无量的学生 小美父亲更狠 直接就是一狼头 之后就是她被关在地下室三十年 而小美的父亲也是摩根 趁其不备给安排了一罐子老鼠药 此时小美的母亲就在后面骂她 她上去直接就是一嘴巴子 随后走向小美 谁知小美上去在她脸上一顿抓 给她挠的满脸都是血 而奇怪的是摩根并没有对小美下死手 她咆哮地说出 自己才是小美的亲生父亲 突然哭斥一声枪响 小美的母亲在身后将其击毙 再后来 娘俩在这个地窖洒满了汽油 一把大火焚烧了地下的一切 看到最后才发现小美的父亲是个狠人 她养大小美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同事操歌 这个故事bug挺多 但总体还行 女主叫莉莉·克林斯挺好看的 我提呗 亿万富豪嫁了崩 女儿遗产地窖中 养大孩子用来坑 无辜母亲有点懵 我是火龙馆 喜欢的关个注谢谢